郭薛勞工 九十六年七月十八号 我们在座所有的劳工团体 都有参加所谓的立法院 司法院 行政院 那一场的抗争 抗争什么 就是我们的躲得地带率太低了 当时官方 地带率1.1% 可是我们的劳团要求 2% 但是我们的劳团 不可以躲上街头 最后我们以1.55% 定案 现在我们的政府 现在要把老板即将破产 这个消息放出来 目的就是要降低 我们的给付 以及我们提供我们的健保费 这会这样的实体公平吗 政府混蛋 真的是混蛋 去年 我们的政府 竟然优惠财团 降低银索赛 降低了8% 我们的所得税 我们的劳工所得税 只降1% 这会 那个银索赛降8% 等来是说要转嫁到我们劳工身上 这会拿到了吗 没有 有转嫁给你们吗 没有 有让生活更好吗 没有 混蛋政府 人民完蛋 全民完蛋 全民完蛋 完蛋政府 台湾完蛋 国家退场 退休完蛋 公司动场 日期完蛋 全民完蛋 这会同意降低 所得替代力吗 不同意 好不容易昌生出来的替代力 还不足以应付我们平常 否计要的生活物資 23519 我们的基本公司宣布 现在多少 18780 今年 和基本公司审议 跟我们的劳师盛权 所达成的协议 预计明年调涨267元 一个月 一天 我们的查议案都买不起 我们的时薪 103块 上到109块 是有明年要实施 但是我们的基本公司呢 一颗查议案都买不起 怎么去养活我们的老人家 怎么去养活我们的小朋友 睡觉我们自己呢 我们的协议老公 快活不下去了 老公才兴起 快活不下去 公司动场 内心混蛋 反对本劳外劳西本公司突破 反对外劳中榜 各位 我们的外劳配额中榜到40到50% 我们这7月如果外劳50% 我们的派钱最高30% 请问我们的本劳 我们的政治员工多少% 20% 请问怎么养活我们的家人 如果公司动场 怎么刺激消费 怎么刺激消费力 我们的信息会好转吗 我 混蛋政府 混蛋政府 提 tecnologia 曹槃老公 你 strate seu 签 你那种什么 存在 你都我们的 那种什么 憑他們的經濟 臺灣文旦 文旦的苦 臺灣文旦 老公正條